中国学生带一米妙防疫超可爱的 欢迎收看4月27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本期新闻由翻译100%有机珍珠艺人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1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最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大马新增4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820人 1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达99人 今天也有95人出院累计出院达3957人 隔离者入住LEGOLAND线下网民 从新跳坡返马的国人与日俱增 有隔离的民众被安排注入过去经常爆满的 马来西亚乐高主题乐园酒店 让不少网友羡慕 根据马来西亚乐高主题乐园的网站显示 该房间一晚的价格约519令吉 若是高级主题套房则每晚约 660令吉 房地产公司推出网络预定房产优惠 危机就是转机 受行动管制令影响 本地房地产的交易量陷入低谷期 房屋发展商纷纷善用科技网络 推出先预定行管令后看房的网络预定优惠 并使用视讯的方式如Zoom来和买家沟通 维持产业市场的温度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超过40年良好销售记录 Fy 100%有机珍珠艺人 1975年 Fy Japan公司研发了100%有机珍珠艺人 请美机功效深受市场好评 热卖超过40年 与一般的艺人产品不同 经过Fy精心挑选的有机上等珍珠艺人 含有更多的营养素 能减少我们体内的黑色素 让肤色变得更均匀透亮 此外 Fy有机珍珠艺人含有42.5%的多酸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功能 可以让皮肤保持年轻活力 其中的功效包括 美白去斑 抗敏消炎 利尿消肿 改善便秘 降低血压 提升免疫等等 Fy有机珍珠艺人 是100%天然产品 荣获日本最权威的有机JAS认证 想要购买的朋友 我欢迎扫描二维码 感谢Fy有机珍珠艺人 赞助本集的新闻自证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导 重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导 国际新闻 502免费观赏音乐剧猫 猫 由著名的音乐剧大师 安德鲁·洛伊韦伯操刀 是至今为止 最成功的音乐剧之一 猫音乐剧 原本会在今年的1月 在吉隆坡国家剧院上演 但它却突然被取消了 不过没关系 5月2号的凌晨2点 YouTube频道 The Show Must Go On 将会发布这个经典的舞台剧 猫 免费让剧迷观看48小时 想要观看的朋友 记得不要坐过啦 人潮没了 泰国动物更快乐 泰国著名的绿山动物园 因为疫情而关闭 但为了让民众在家里 也可以认识到园里的动物 原方开始用脸书来直播一个叫 《动物园到你家》的节目 目前 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 企鹅 长颈鹿 河马 马来莫等动物 获得了网民的好评 园长表示 园里虽然少了平时的人潮 动物们却多了一份愉快的心情 会大声吼叫或进行交配 中国学生戴衣米帽防疫 超可爱 中国杭州有一所小学 开始恢复上课了 为了防疫 学校推广了 头戴衣米帽 保持伊米剧的守则 要求学生戴上自己制作的伊米帽来上课 伊米帽的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官帽 看起来就像是古代百官上朝一样 非常可爱 行动管制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大家在这段期间里面都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一个期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丰富自己的一个机会 不管是看书看电影或者是去听听平时没有听过的音乐 都是很好的让我们去吸收养分的管道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去好好的充值自己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宾念 谢谢 我们在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虽然苦难会让我们非常难受 但偏偏苦难却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如果不是我以前的工作出现人事问题 我就不会辞职换新的工作学习到新的技能 如果不是我的感情特别失败 我就不会那么得空天天为您报导新闻 所以如果你感情失败不要灰心 你比很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你的梦想 和苦难结伴而行 我们才能更加体会到幸福的美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典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这笔电 我们明天见 每天保持良好心态 坚持梦想不尴尬 成功的大门会为你打开 为你打开 让我们听见成功的到来 好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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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